日本民眾吃的來自高雄的名產 兩片蜜藻中間夾著烏魚子 一口咬下蜜藻的清脆香甜 和烏魚子的綿綿口感 行程對比卻又出乎意料的好吃 高雄市長陳千邁帶著事務團隊 還有議員一起到日本參加 二零二三東京國際食品展 首推這個蜜藻加烏魚子的台式吃法 希望大家知道我們高雄水果的時候 可以想到台灣 台灣話有一句話叫做好東西 與好朋友分享 不只是餐期拜訪日 屏東縣長周春敏同樣有備而來 找17家廠商來參展 其中包含了釀造醬油 還有百年歷史的芝麻醬等等 是全部的台灣縣市 參展廠商最多的 也希望能夠穩定的拓展 相關的國際市場 雲林是農業大縣 縣長張立善也沒缺席 這次最重要就是來學習跟觀 觀摩這麼多的農業大國 他們在整個市場上的一個競爭情況 這次台灣不少縣市首長 親自帶隊到日本推銷農漁產品 希望藉此開拓市場 為農漁迷和優質的商家 爭取到更多訂單 小林區委員邱山何晨鳳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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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